小赵哥杨子 杨子看圈外高颜值的富二代甚至准备主动追求 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获得世界上最好的角色 毕竟,她是出现在男艺人采访中最多的闺蜜 她是李一峰嘴里吃饭最多的女艺人 也是罗云西嘴里公主抱最多的人 杨子如此调情 说明她在他们心目中是一个非常温柔善良的人 她这样的性格,不时让粉丝们为她感到焦虑 如果每一部戏里的每个演员都成为了哥们 长此以往,真正要谈恋爱的时候 哪里还能偶遇她呢? 不过最近爆出,杨子看中了一个颜值很高的富豪 甚至准备主动追求她 在演艺圈见过这么多帅气男艺人 还是让杨子都被压脸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真是好奇 杨子公开的前两个男友 包括在陈令中饰演温潮的何鹏和她的前任秦俊杰 何鹏出演这部剧时胖了20斤 是为了贴合角色 再加上这个角色的人设实在是太可恶了 所以人们可能一直找不到她的亮点 不过这也是老生常谈了 能像杨子一样愿意透露前任,想必也很好 两个人是一样的,但因为胡奇汤事件 关系闹得沸沸扬扬 而且前段时间还被拍到新恋情 只能互相祝福 除了这两位,大家最希望杨子搭档的演员 莫过于理线了 他们合作的挚爱确实很吸引人 但从理线社交媒体平台点赞动态中提到钟楚希 可以看出杨子应该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而去年年底 肖战和杨子这对来世CP也让观众说甜了 而最近这部剧可能会预定 如果爆料属实 那么这对CP前播先是 还是有人为了不突出 CP赶而故意放出这个gurb 以目前肖战和杨子的火爆程度 来世播出的效果可想而知 这对于接下来将同时播出的剧集 无疑是一大威胁 会不会有人趁机发布突发新闻扰乱视线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如果您对此有任何想法 请随时关注评论 02 两大最火爆的花弥骂战这是为什么呢 我带大家一探究竟 时间回到2018年 第十二届精英女神的争夺可以说是非常激烈 提名人有丁六元 刘涛 孙丽 杨子 袁拳 尹涛 看青子 地利热巴 谁将成为精英女神的赢家 谁能想到最后的赢家会是迪李巴巴 该公司的第一部 The Best of the Best是同类产品中的第一部 杨子亲自拉票 当时也被网友调侃 彼时 杨子已经有聚集香蜜沉沉进入双加分 而迪丽热巴的漂亮李慧珍虽不活 但也深受网友喜爱 为什么她赢得大满贯时被嘲笑 究其原因 是迪丽热巴当时并没有出名的作品 拿到了精英女神 而靓丽的李慧珍的评分是3.1 让网友们脑洞大开 给迪丽热巴起了精英水的绰号 女王 得奖的人都不好意思当迪丽巴巴了 纷纷用手牌互相牵让 台上念出名字的那一刻 严妮也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该公司也是董事会成员 很显然 这对于迪丽巴巴得到精英女神后是很吃惊的 而对于被提名者这么多前辈 作为大三的迪丽热巴发了 这样一条微博后就拿到了奖项 一切都只是一个开始 这样的对比也让网友心碎 就这样 引来了两位当红小花的粉丝之间的互私 双方随后互诉对方维护两大粉丝撕脸的名誉权 到现在长达数年的互私从未间断 小编看到有网友这样评论 有杨子的地方 就有迪丽热巴的粉丝 只要有迪丽热巴的地方 就有杨子的粉丝 哈哈 我想他们就是爱上了对方 一个精英女神也让迪丽热巴蒙受了不少的恶名 而杨子也是很清纯的 03 玉谷瑶定了 网友说 官方没有公布 总之 有很多人在等 玉谷瑶是由李一峰指导 蒋家俊指导 肖战 任敏领衔主演 王子齐 方亦伦 王楚然主演的古装剧 《鱼醉》于2021年3月29日启动 并于同年8月4日完成 自他完成以来 已经有一年多了 自推出以来 他一直受到观众的高度期待 他原定在暑假期间播出 但现在暑假之剩下半个月了 但他已经很久没有播出了 关注于罪的人大多知道 在一个月前额场关闭显示之前 仅预告片的观看次数就超过了5.2亿 如今 播放预约量已经达到367.7万 如此惊人的数据可以说是为播鲜火 《鱼醉》从开播到制作完成 再到今天官方平台发布预告片和海报 一直备受关注 不止一次登上各种热搜 一直以来都是有增无减 尤其是喜欢肖战的人 更是一次又一次的大饱眼福 白衣的影子冷傲 飘逸如仙 红衣的影子奇长如玉 令人惊叹 黑衣的影子悲弃 演技爆表 其实预告片的简短内容实在是不够大家看的 所以在暑假前就有消息说 与观音将在8.11暑期档播出 平台也确认将在暑期档播出 不过大家都很期待 点 但不久前 胖虾肖战方的独家意见书駁斥了这一传闻 称该档没有确切的消息 请不要相信任何非官方消息 而现在又爆出鱼醉定档 说是8月暑假结束后 在某剧播出 消息一出 网友们一片哗然 也由网友表示期待 毕竟是期待已久的肖战剧 希望能早点播出 但有些人已经很正常了 因为毕竟之前已经一次次溜走了 肖战的粉丝真的很正常 他们都在响应号召 没有官宣 网友们在评论区的评论 真的印证了好句不怕晚这句话 就像狼王殿下和鱼声请叮咛一样 一个三年 一个两年 但是一旦播出 肯定反应不大 一般来说 让我们这些喜欢玉谷摇和肖战的人 静静地等待官方的消息吧 反正有那么多人在一起等着呢 零四 鲨鱼的眼睛盯着我 一个男护士因为打了李显的脸而走红 他的回应是 喜欢 男生和女生在生理上存在差异 思维方式和专业方向也不同 男生一般适合理工科 或者体力劳动 如计算机 土木工程等专业 往往男生较多 而女生在师范 护理等专业的人数相对较多 很多 这也是很多家长的固有印象 然而 在申请考试时经常发生意外 许多男生被转到护理专业 有些人满足于现状 毕业后应该成为一名护士 有人会对男护士指手画脚吗 网友们坚定地表示 真的有 学生的教育是一个家庭的头等大事 尤其是高考和报考意愿 关系到未来的就业选择 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 也是为了更好的就业 受疫情的影响 大家再次看到了医务人员的重要性 选择医学和护理专业的考生不在少数 他们希望通过学习和努力工作 为祖国做出贡献 这也是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高等院校的学生应该有一定的思想水平 海南发生事故后 许多地区的医生和护士都进行了增援 一方有难 八方之源 但细心的网友发现有一个明星混在其中 对他指指点点 一个戴着口罩的男护士的出现 与明星圈艺人理线相撞 同样的眼神晃到了网友 两人非常相似 这是一个网友分享的视频 好像是护士刚毕业 戴着口罩看不清楚 但从轮廓到眼睛 很像神仙 特别是眉毛 到了难以分辨的程度 也有网友说 开玩笑 他也是个志愿者吗 据网友说 现场很多人都觉得他像明星 甚至要求合影 这位男护士对人还是很温和的 素质很高 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 满足了路人的要求 这个男护士走红后 他的工作引起了争议 很多人攻击他的专业和工作内容 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 他直言不讳地说 为什么男孩要学习护理 成为一名护士岂不是很尴尬 很多网友对男生从事护士工作表示怀疑 也有不少网友仗义直言 说不应该有职业歧视 护士也不限制男生报考 为什么有些人比面试官还严格 护士也被称为白衣天使 他们的工作内容是治病救人 每个职业都值得尊重 随着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这位护士做出了回应 他是同济文昌医院的一名护士 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 但我希望大家能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这位护士的回应得到了无数的赞誉 这不是对一些网友的攻击 而是直接提出了工作的模式 说明他并不在意别人的质疑和否定 此外 当一个男孩是一个护士时 没有什么是他不能做的 的 教育不是一件小事 学习护理的男孩总是受到批评 很多人把护士的角色固定在女性身上 然而 事实上 男护士和女护士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现在 男护士也很受欢迎 受到同事和病人的欢迎 男护士比女护士更有力量 做同样的工作时可以分担体力劳动 护士在他们眼中没有性别之分 但有些病人更关注性别 男护士是许多男病人的救星 护理专业工作琐碎 有些人我担心男生做不好 但只要有专业能力 努力工作 怎么会不称职 有些网友的观点过于极端 非常落后 现在成为一名男护士并不丢人 报考护理专业的学生不要担心 工作没有高低之分 也没有性别歧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